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水 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超过70% 都是用水来照的 当我们失去我们的体重的1.5%到2%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缺水的状态 很多身体的问题会开始发现 很多不同的身体的状况 会开始不能完全的按照最好的设计来运作 但是1.5%到2%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去跑步 比如说运动30分钟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通过流汗这样子 通过呼吸 我们已经进去2%的dehydration state 所以非常容易大家一定要留意 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 水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重要 但是有什么重要呢?有什么用途呢? 我给大家10个原因好不好?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水分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消瘦、荷尔蒙、所有的发水作用 都需要水分来完成所有不同的过程 另外第二就是我们细胞在做新陈代谢的时候 也会排出一些肺物 那些肺物也需要以水分来带走 我们经常鼓励那些感冒的人 甚至于严重到有癌症的朋友 要特别要喝足够的水 当然我们也需要那个水分 把所有的肺物从身体排出去 通过排汗、排尿、排便 这些都需要水分的 所以如果你不够水分的话 很容易就会有便秘的问题 或者是发觉你的尿液已经开始黄色的话 这个一定是一个警号 跟你说你已经进入那个D-Hydration State 要赶快补充这个水分了 好当我们吃食物的时候 我们当然需要水分在胃部帮助我们烧化 还有烧化完之后 我们也进去肠道里面 我们也需要足够的水分 才能让我们身体能吸收那些养分 另外当然我们也需要那个水分 帮助身体去调节我们的体温 比如说我们太热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过排汗 来把这个体温降低 太低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水了 那个我们就会收缩 身体会收缩皮肤表面的那些血管 令到你不会失去太多的热量 还有我们也需要水分来帮助润化我们的腰椎 我们所有的关节 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也是有关节炎的话 或者腰痛的话 我鼓励你得赶快喝多一点水 因为那个水分不单只润滑 也可以帮助我们减低那个发炎的状态 另外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 水分也会帮助我们的脑部运作的正常 所以特别是那些比较要用脑的 要分析力的 需要很高的专注力的 我们如果有足够的水分 会帮助我们整个表现都会很多 下一样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是水都可以帮你减肥 最近在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发表的一个报告说 如果我们磕水17盎司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 包括那个脂肪的燃烧的速度 提升30% 最后一样呢 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女性 会非常有兴趣 就是磕足够的水 其实可以令到你更漂亮 这个是有磕水根据的 比如说你不够水分 你的皮肤会开始干 你开始有皱纹 还有你排毒不好 你会看得出来 你会看到面色跟皮肤 都会比较黑黑灰灰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你磕得足够的水的话 你的面会白里透红 所以大家都明白水的重要性了 希望大家今天就开始改变你磕水的习惯 我相信这个会给你一个超乎想象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改变 有什么改善的话 鼓励也在下面的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另外呢 我们讲到现在呢 还没有跟你说 我们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 哪一种水最好呢 我们下一次也会再讲 赶快在下面 Description 里面 也会找到那个link 可以看到 继续看 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最后重视重视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